大家好,欢迎大家点击这个短片 我是魏惟,今天的短片很特别 今天的短片我想要介绍一些很不错的YouTube频道 还有一些很不错的网站 这些YouTube频道跟这些网站 都是跟萨尔达传说有点关系的 首先呢,这是我的观众 他叫做黄亮澄 介绍我这个日文的频道 那如果大家看我的这个短片的叙述 我会把这个频道的网址留在下面 这频道很特别 有很多游戏的这个录影 那其中呢,有一个录影 就是我的观众推荐给我的 这个打一盖队的这个录影 他打一盖队非常的特别 他在这个,你看到吗 他在那边放这个电 放这个电,这样一盖队啊 先放这个导电的东西 然后再放香蕉 把一盖队的人吸引过来 然后吸引过来以后 在这边放个电键 然后电键旁边放很多的秋秋胶 那一盖队的人想要吃 那个香蕉 就一直会被电到 少了一大堆的一盖队的人 你看 他们全部都被电了 好像到最后 这些一盖队的人都被电死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 来处理一盖队的人 蛮有趣的 我发现有这个频道以后 我点击了这个频道的其他短片 我觉得也是超赞的 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 这边就有Guardian 他把所有的Guardian 都放在同一个地方 叫Guardian 八姐妹 就会 把这些怪都困住以后 困在一起的时候 就开始在烧这些怪 火焰杖被火打到也不会怎么样 所以你看 他现在穿了火焰 防火衣 然后跟坏来这种 火焰杖游戏 这样子 那另外这个是 陈热狗 陈热狗说 在克洛格森里面 有石之敌 大家不知道石之敌是什么的话 就是之前的萨尔达传说的游戏里面 不是旷野之息 就是之前的有一个版本 那他的主要的游戏叫做石之敌 那 就说这边 在克洛格森里面 有人可以找到这个石之敌 这样这边有个宝箱 然后你打开 就是一个 石之敌 这样子 这是陈热狗给我的留言 所以我也去找了一下相关的资料 那他说这个其实是假的 这样大家可以搜寻 我也把链接放在下面好了 放在这个我的短片的下面 大家也看得到 他是说这个是 假的就对了 This is fake 好 那也感谢 不过虽然是假的 不过也是觉得蛮新奇的 那感谢陈热狗的留言 那继续呢 我想要 分享大家一个很好的网站 这个是我的观众叫又藤 又藤分享我这个网站 就是一个 嗯 中国大陆的网站 那他们 这个 萨达传说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攻略 这样子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比方说 嗯 amiibo 他买什么会有什么效果 然后怎么样赚钱 然后 嗯 怎么样打boss 然后 所有的武器在哪边 啊 嗯 套装在哪里啊 这样子 就是超赞的 我也会把这个 连结放到下面 也感谢我的观众 又藤 分享这个 分享给我 那我从我这边分享给大家 那如果大家知道 还有什么资源很不错的话 也欢迎留言给我 我再从我这边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都可以知道 玩游戏的时候 比较轻松一点 好 那最后想要分享的是 这个 这个是我另外一个 观众分享给我的 这个叫做Kevin Chiu Kevin Chiu分享给我 这给我这个地图啊 超赞的 这个地图 就好像Google地图 你可以 缩放啊 这样子 然后用一根指头 那就可以 看这个地图 然后可以用缩放 这样 缩小放大 像这样 然后这地图有什么好处呢 这地图就是 你可以 比方说 按这边 这个就出现所有的高塔 在哪个地方 超赞的吧 然后如果你是 按这边的话 就所有的 把这个取消掉 按这个神庙 Shrine 的话 就是所有神庙的位置 然后 如果想要找 那个 克洛格果实的话 你可以点这个Cocorset 就是所有克洛格果实 你看这个密密麻麻的 问可以放大一下 像这样 哇 这样你就知道 这个附近的克洛格果实在哪边 超好用的 这个网站也超赞的 我会把这个网站的连结 分享给大家 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叙述下面 或者是说 你想要找所有的 大妖精喷泉 点这个就可以了 那或者是你想要找 所有的女神像 Guardian Statue 我想要找所有的Guardian 在这边 所有的Guardian在这边 或是你想要找所有的宝箱 哦 太多了 这样子 你就可以不用 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宝箱 你想要找 所有的 可以煮饭的这个 货 这边就是所有 反正 这是超赞的 然后像 如果你要找回忆的话 回忆真的很难找 是吧 那如果想找回忆的话 这边 你按这个Memory 这边就是所有回忆的地点 都在这个地方 那超好的一个地图啊 那我就是也分享给大家 就是感谢我的观众 Kevin Chiu 告诉我 这种 这么好的工具 那我是魏维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欢迎大家订阅 那如果各位观众 也有什么很好的资源的话 也欢迎分享给我 也欢迎留言给我 欢迎大家订阅啦 那我们下个短片再见 掰